那首修仙啊 那因为有一些说听不懂 那个就是北京话 那我就尽量啊 用华文来跟大家 事先我们感谢 从LOA回来的 我们副主席也在跟他加油一下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秘师堂 对了后面啊 因为我们总理很爱护我 所以我也尽量来练习 这个讲话 所以他以前的时段都让给我 他也在后面 我们感谢我们蔡总理 我跟大家 也提到很多的真相 台湾地位的真相 所以我就这两句话 要来跟大家说明 那么主要 我们最近 中常委 他就不给你真相 所以同学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同学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他说明显 因为他不知道 就金山和平条线 我们大学教育里面 根本不叫你们读 就金山和平条约 也要再怎么样 骗真相 真相不给我们知道 那这样就很清楚了 真相是什么 我现在再来解释 白纸黑纸 我们邀请 我们邀请 台独大佬 第三届的童心 都有听他在这边 做贵宾的演讲 我们拿很多的照片给他 他说 有没有白纸黑纸 陈唐山 我们也蛮尊敬他的 他说 有没有 白纸黑纸 我们父子习 所告诉我们的 都是白纸黑纸 他们听不进去 刚刚 几个 我来 或是 我们请我们的童心 地区 Aqua 签了以后 第二天 地区 建都就回来了 那个照片 再给大家 看一次 麻烦 这个就是说 白纸黑纸 是不是 白纸黑纸 不是我讲的 这个就是真相 中共 中共 跟国民党 已经和谈了 你们 已经和谈了 你们也要 慢慢规划 回去 你们的地方 因为 战争法 告诉我们 流亡 不能 就地 合法 他还要 骗我们 马英九 就职 典礼的时候 他 在 总统府 里面的照片 他挂的是什么 他跟美国讲 你们美国进来 我们也要 成为民政府 就是这个棋子 我们大家 来看看 就是在 大家看看 这个也是什么 白纸黑字 那么 再来 再给大家看看 这个照片 也就这个报导 很清楚 中共的 南京京区的 司令员 跟武汉大学 差不多八十几个 学者 共同研究 国际战争法 他也很清楚 已经发表 的资料里面 显示 跟我们 秘师长 所做的研究 完全一样 独漏台湾 这一章 所以 他们 习近平 现在的 接班人 要用买的 要用买的 这个给大家看看 这个 已经 他们说 日本敢这样讲 他说 固有的领土 为什么他敢这样讲 他就是 知道了很清楚 他现在的 温家宝说怎么样 核心利益 好了 时间上的因素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也是白纸黑字 如果台湾人民不觉醒 那只好你就做奴隶了 大家要不要觉醒了 拜托回去 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拜托 来办 身份证 很快 马上 就 把流亡政府 请到 基本马祖 后 平潭岛 那么 再来 这些 我想 时间上的因素 那 我 拜托 大家 年轻的 有 专业的 鼓励来参加 以后 就是 我们的 执政人才 拜托 拜托 大家 好不好 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 Ka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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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ip